屁股下面两坨黑黑的 甚至蔓延到了大腿内侧 夏天穿短裙短裤 时不时的就露出来 特别尴尬 尤其是学生党上班族程序员 因为久坐屁股这块经常被摩擦 导致脚趾层增后变粗糙 再加上皮肤色素成绩 于是屁股这块就变身变黑了 今天就分享一招 轻松解决屁屁黑 让你分分钟拥有白嫩蜜条臀 方法据简单 只要几块钱 洗完澡之后 用维酸乳膏和尿素乳膏 1比2混合 然后涂在屁股黑的地方 这块就不用再涂身体乳了 其他地方正常涂身体乳就行 那一周像这样涂两次 不必天天涂 我身边的小姐妹 她的屁股黑程度比较轻 所以她用一倒两次 就能看见明显的改善效果 但如果你是成年黑屁股的姐妹的话 像这样子坚持用一个月 屁股也能逐渐白嫩如新 如果你平时护肤的时候 就耐受不了维侣类的话 OK我们还有个更温和的方法 洗完澡之后 在屁股黑的地方 涂抹人二酸 这个方法是比较温和的 你可以天天涂 但是它见效也会慢一点 用完这么一管 差不多屁股能白了 但是具体涂抹的时候 切记 一定要保护下我们两半屁股中间 不要涂抹进这个重点区域了 否则的话 简单粗暴一时爽 菊花火葬场 到时候又辣又疼的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如果你想长期保持屁股白嫩不反黑 那你就可以每周一次 洗完澡之后 给我们的屁股贴面膜 随便啥面膜都行哈 记得先趴好然后再提 不然的话 这个面膜的精华 留得到处都是 面膜主要覆盖屁股粗糙的地方就行了 如果你的屁股比较大 比较丰满的话 那你就一边用一张面膜就OK了 给屁股敷完面膜之后呢 我们再用含酸类的身体乳 涂抹整个屁股 长期坚持这个方法 屁股黑就不会再找上你了 大腿内侧黑也是同理 除了活物方法 日常生活中呢 我们也要尽量的避免久坐 最好能够一到俩小时 就站起来活动十分钟 也可以在屁股底下 垫一个软软的唇边垫子 减少对屁股的摩擦 这样也能很好的防止屁股再次变黑 大家可以来我这个视频底下留言打卡 我们一起来见证屁股逐渐变白的过程